大师 我们上去吧 有劳段公子了 来 大师小心 大师 这次多亏了段公子相救 小僧无以为报啊 大师 你言重了 大师 不知道你今后有何打算 小僧 涅槃重生 今后要放下徒刀 云游四海弘扬佛法 那大师 不帮贵邦的宗赞王子 选驸马了 世外仙人 岂会在位这等俗世盈淮 王姑娘 这是郎欢福地的小巫相公 今天物归原主吧 二位请保重 小僧 告辞了 大师 保重 大师保重 大礼段世子到 段世子 幸会 幸会 有礼了 快请上座 真是 请 原来是沐姑娘代替杏段的小子来选驸马 公子 要不要我去揭穿他 不用了 一个姑娘家始终当不了真正的驸马 不用独立 现在 在场参选驸马的所有人没有一个 能跟我慕容副抗 但是公子 湖泊的那个鸟王子虽说是个草包 可他的那个法师鸠魔智还是不能小觑呀 放心吧 鸠魔智他不会来 为什么 我说不会来就是不会来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吐蕃草包 根本就是个废物 是啊 公子 你说得很有道理 这个驸马之位一定是你的 等鸠魔智来了 我一定又让他好看 但是王子 法师昨天就无缘无辜地消失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过 和尚终究是靠不住的 回去便报父王 断了他的放路 是 凌妹 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你们到哪儿去了 对了 我们几个找遍灵州城 都没有找到你们 都担心死了 这 这实在是一言难尽 对了 大哥二哥他们人呢 叫大哥去找你们了 其他人都先行入宫去了 婉妹也去了 穆姐姐是带你去参选驸马啦 对了 那万一他选上课怎么办呀 放心吧 慕容公子他一心想成为西夏驸马 婉妹是赢不了他的 希望表哥这次可以如愿中选 免得他的敷衍大业再次受阻 深受打击 心里又要难受了 哥哥 你们现在赶紧去吧 要不然萧大哥他们更担心了 萧大哥走之前跟我说 一旦你受到任何伤害 一定会找慕容公子血债血偿的 大哥虽不知道 这件事的是什么缘由 倒也能察觉出这件事情 跟慕容公子有关系 敦公子 那我们赶紧入宫去吧 我不希望表哥 因为我们而出什么意外 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 王姑娘心里 还是放不下她表哥 你别担心了 你别担心了 这样 我们赶紧换衣服 入宫去找他们 臣赫连铁术参见陛下公主 起来吧 是 他们三个人都来了吗 好 启禀陛下 陛下要让臣留意的 大辽修风 大礼段玉 还有吐蕃的宗赞 都已经到齐了 好 吩咐下去 开始吧 是 陛下 且慢 父皇 女儿要找的 是自己心爱的男人 如若父皇要在这三位之中 定下驸马的话 真的吗 女儿 是宁死也不从的 女儿啊 你这不是为难父皇吗 你看 举办这个选驸马的施青 为父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 可你自己 连自己心爱的孟郎是谁都不知道 好 甚至有没有孟郎这个人 你都不能确定 你要怎么找啊 所以女儿才要邀请大家来 问他们三个问题 一旦有人能答出 女儿必定和他长相厮守 只有这样 女儿才能真正的幸福啊 请父皇成全 女儿啊 女儿 你这不是胡闹吗 你说万一有人胡乱答对了 你还不是嫁错了 你呀 听父皇的 就嫁给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好吗 父皇 女儿问这三个问题 天底下唯有孟郎一人能答对 绝对不会错的 女儿啊 女儿啊 你 你这简直是执迷不悟啊 听父皇的 嫁给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那有助于我们西夏的正事啊 父皇 女儿决意要找到孟郎 除了孟郎 女儿终生不嫁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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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父把你给宠坏了 下去准备去吧 多谢父皇成全 那女儿先告退了 去吧 你说这大选在即 这公主 非执意这个孟郎不嫁 你说该怎么办哪 这事要是传了出去 那我们西夏 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啊 陛下 不如这样 就把公主所说的什么 孟姑孟郎的事情 跟他们三个其中的一个说 这样的话 既可以满足公主的心愿 又可以在他们三个当中选定驸马 同时也了却陛下您的后顾之忧 这样 岂不是一举三德吗 好主意 好主意啊 这事就交给你去办 你在他们三个人当中 挑选一个武功高强 人品极好的人 然后再把孟郎孟姑的事情 告诉他 是 陛下 去吧 征东大将军 恶怜铁梳刀 大家不必客气 坐 坐坐坐 这位 今天 乃是碧榜铁川公主招亲的日子 承蒙各位贵客远道而来 本将军不胜感激 本将军敬大家一杯 请 将军请 将军请 好好地享用韭菜 公主正在准备 稍后便与大家相见 那我们要见公主呀 那我们要跟他见公主 你喉什么吵你喉 꿈主让我们吃 我们就吃 吃饱了肚子再见 公主也不迟啊 段世子 果然是俊艺潇派 气宇非凡呢 幸会 幸会 段 段宇见过将军 珍南王的手术 皇上已经看过了 他言词当中 透露着对你的心声 相信段世子 一定会是应选驸马的 最佳人选 大将军过奖了 大理段氏愿与西夏 永结秦晋之好 好 你一个珍南王的私生女 能代表大理段氏吗 死生女 这是死生人 什么死生人 这到底是死生人 别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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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延静 说什么 那你问问她 她到底是段宇那个臭小子 还是段正春在外的 私生女慕婉卿 你到底是什么人 在下 在下 在下是段宇的妹妹 慕婉卿 什么 你大理乃是边陲小王 竟敢戏弄我西夏 来人 给我打出去 是 等等 三弟 哥哥 在下大理段宇 见过大将军 感谢西夏的盛情相邀 我因有事被耽搁了 故此妹妹才带我前来 应选着驸马之位 失礼之处 还请多多包涵 大将军 我三弟的确是有事情 给耽搁了 好吧 本将军就不与你们计较了 这位姑娘是 不瞒大将军 这位王姑娘是在下 清暮已久的新上人 岂有此理 今天乃是 本帮银纯公主招选 驸马的日子 你竟然带着新上人前来 这不是存心 让我国公主难堪吗 大将军请息怒 顿玉的本意 确实前来应选着驸马之位 但因徒生变故 所以 如今在下 已与王姑娘定下三生之约 段公子 你 倘若你表哥 听到这番话 还是武统于衷 那你就真的应该死心了 所以大将军 我已没有资格 应选着驸马之位了 如今慕容公子若是 愿意放弃这次驸马招选 回到王姑娘身边的话 那我段玉 还是愿意成人之美 否则的话 那王姑娘我段玉就要定了 大胆 你竟然 你竟然 将我西夏公主置于他人之后 大将军息怒 大将军何必为了这位段公子 而如此愤怒 这位段公子 无视西夏公主的存在 根本就是目中无人 眼光狭窄 他这样的人 是没有资格做这西夏驸马的 将军 是不是 那慕容公子你的决定是 我 我慕容父有鸿鸿之志 和这姓段的小子决然不同 这西夏驸马 我志在必得 王姑娘 王姑娘 彪哥 段公子现在 已经放弃西夏驸马之位 我希望你美梦成真 早日当上西夏驸马 尽早达成你心中的愿望 慕容公子 希望你不要后悔 多谢段公子成全 多谢段公子成全 大将军 失礼之处我还请见谅 段宇真心祝愿公主 能早日找到他的如意郎君 以后如果有机会 在下一定当面向银川公主谢罪 随便你们好了 宗子王子 有礼了 大将军终于发现我了 我们吐蕃不比大礼弱吧 你居然先跟那个冒牌的世子 打招呼 却无视我这个正统皇位 继承人的存在 失礼 失礼了 既然知道失礼了 还不赶快请公主出来 本王子来这儿不是见你的 是来娶公主的 好 本将军 这就前去通报银川公主 各位 失赔了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我怎么回复皇上 剩下个吐蕃宗赞 简直就是个草包饭桶 这要真是把公主嫁给了她 那皇上不杀了我才怪你 平时救你鬼点子多 你说话呀你 大将军 末将推荐一人 定能解决你眼前难题 谁 孤苏慕容父侯 难慕容 不错 慕容公子能文能武士义 其二 属下听说她是大燕后裔 也是帝王之后啊 这么说 她是应选驸马的最佳人选吗 是啊 你过来 你现在就去找慕容父跟他说 这次我们把她做驸马 去吧 是 各位 大将军吩咐 无意应选驸马者请先回营兵馆 择日大将军再行款待 没错 不想当驸马的男人来这儿搅什么局啊 赶紧走 赶紧走走走走 不想当驸马 那就是你啊 走吧 走吧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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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反正我们都没有当驸马的意思 那现在就快走吧 说得没错 二哥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让你们千里迢迢地 陪我跑了一趟 我们走吧 走吧 各位 我等先行告辞了 段世子 请留步 不知还有何吩咐 公主殿下有欲 各位贵宾远道而来 一定要前往内书房相见 可是 我们兄弟无意应选驸马 这留下来只会给大家添麻烦哪 是啊 我们二人 确实都无意应选驸马 公主盛情邀请 几位想离开 也不急于一时啊 这 这见了又有什么用啊 公子 既然公主盛情 我们不妨去见一见 如果就这么走了的话 恐怕有失礼数 这倒也是 那 你们去吧 我好不容易来到皇宫 我想去别的地方看看 二哥 不是说好你要陪我的吗 那好吧 还请两位姑娘留步在此等候 其他人请随我到内书房相见 王姑娘 婉妹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各位 这边请 走 慕容公子请邮步 两位大哥 你们先去吧 我随后就到 好 嗯 我王得知慕容公子 乃大燕皇室厚义 而且文武双全 德才减备 是我西夏驸马之最佳人选 在下 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啊 问你们话呢 啰嗦个屁呀 老子都不嫌烦 你嫌烦的话滚回毒博去 你 老公子气凉大 不跟你计较 公子来了 公子 走啊 公子 你这么开心 是有什么喜事吗 我开心 有吗 有啊 赶紧进去吧 好 走 好 走 怎么这么暗呢 为什么不多点点蜡烛 公主的内书房竟然设在这里 这可真是奇怪 二哥 二哥 你看 这画中姑娘的眉眼和王姑娘还真有些像 我 我认的 这画中人是我的师叔李秋水 那是逍遥派的前辈 对 那她和王姑娘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或许她们 她们是母女呢 怎么会呢 王夫人我见过的 你看 王夫人的眉眼和你师叔也有些像 难道她是王姑娘的外婆 外婆 外 外婆 有可能 我是树林中的时候 说她有个女儿的 二哥 二哥 你看 这 这 这不是我们逍遥派的上乘武功吗 上乘武功 老大老四 这画后面全都是武功秘籍啊 你看 这画后面全都是武功秘籍啊 公子 快看 各位 这些武功不能看 更不能学 会有危险的 我们是西下一品堂的人 有这么好的功夫 都不跟我们说 太小奇了 大家不能学 不能学呀 真的不能学呀 这些都是逍遥派的武学心法 如果练的人内力不足的话 很容易神志不清 走火入魔的 大家不要练了 别练了 你们都别练了 大家快坐下 运功 条西 都不要再练下去了 你别练了 贵徒儿 你不要再练下去了 再练下去会没命的 姑娘 你们究情是何居心 为何要让众人走火入魔 快说 快说 我早就告诉他们 不要看 不要学的 他们不听 我也没有办法 公主殿下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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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很生气 你别再练了 你不再练了 你不会很生气 太可疑了 光看着倩影 就知道是个角色美女 这回让我综赞逮着了 公主殿下有欲 书房壁上可有武学图形 别派人是不易观看 所以用字画遮挡 请大家好自为之 不要贪图别派武功 公主都已经出来了 谁还会学那些什么破武功啊 我现在只想赶紧娶回公主 好甜甜蜜蜜地跟她洞房 瞧你这个特性 公主就算嫁给我们老大 也不会委屈自己 嫁给你这个草包 对 她就是个草包 就是个草包呀 你再说一遍 我约老三会怕你吗 来呀 各位请静一静 公主请各位驾临毕方 为的是招选驸马仪式 点到明者请上前 公主有三个问题 请各位依次回答 有请宗赞王子 你们看 我就知道肯定是我吗 我宗赞财貌双全 举世无双嘛 别人们身体不是我呀 还不测试啊 对呀 你们吵什么 对呀 公主一定是我的 你们吵也没有用的 问吧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再争了 所有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先答的反而会吃亏 我 我好像有点头疼 我先歇会儿啊 我先歇会儿 你们先答 你们先答啊 第一个问题 一生之中 在什么地方最快乐逍遥 在下有美女相伴 严久做父子为逍遥 跟志同道合之人 相互切磋其意 当然最逍遥 取得西夏公主 与之相伴一生 最为逍遥 段世子 请你也回答一下 公主的问题吧 我一生中 最快乐逍遥的地方 就是在一个枯井之中 莫非它是一只蛤蟆 还能在枯井里 逍遥快活 那世子 生凭心爱之人 叫什么名字 这 王 与 燕 这王姑娘 轻力动人 性情温柔 而且又知书达理 无论谁看见 都会喜欢她的 可就是有些人 身在福中不知福 看不见握在手里的幸福 野心勃勃 执意争夺权威富贵 就怕到最后啊 只落得个竹篮打水 一场弓 世子回答果然坦白 这第三个问题 也就没有必要再回答了 请先休息 三弟 走 走 你早说这么简单嘛 来来来 我来挡 我来挡 我一生之中最逍遥快活的地方 就是日后坐了驸马 和公主结为夫妻的洞房之中 我生凭最爱的女人 那当然是银川公主了 她自然姓李嘛 这方明我暂时还不知道 第三个问题 方马过来 第三个问题 本来是想问宗赞王子 心爱之人相貌如何 你没见过公主 自然也就答不上来了 你现在让我看看 我不就答下来了吧 还请王子自重 先到一旁休息 也好 反正公主是我的人了 一会儿再见也不迟 不迟 不迟 真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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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姑苏慕容父 久仰公主方明 特来拜会 原来是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的 姑苏慕容公子 正是屈屈在下 请问公子 一生中最快乐逍遥的地方 在哪里 其实我这一生中 最快乐 最逍遥的地方 其实 其实是在梦中 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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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太可笑了 那请问公子 生凭心爱之人 叫什么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只知道在梦里面 我叫她梦姑 她叫我梦郎 梦姑 梦郎 你做梦做疯了吧 这 怎么会这样 慕容公子 怎么哈尔哥 你有一样的经历呀 不 不可能啊 这 不可能啊 请大家安静 请大家静一静 请问公子 生凭心爱之人 相貌如何 那真可谓是 貌美如画 倾国倾城 只可惜 我无法描绘出 她具体的容貌 因为 我只是在梦里面 见过她 梦醒之后 却只是一掌空而已 如今这位慕容公子 是最像慕郎的人 你再问她最后一个问题 如若她能答得上来 那你就请她进内阁 嗯 慕容公子 公主要再问你 是否到过膝下 该答到过还是没到过 公子 是否到过膝下 是否到过 在下 在下 似乎 是在梦里面 到过膝下 不过 这是真是患 在下的确是不好回答 好 原来如此 慕容公子 公主请你到内阁休息 她有其他问题 要亲自问你 慕容父 愿静候公主 公子 这边请 请 公子 请 好 好 公主 凭什么只让她进去 不让本王子进去啊 这 做梦也算呀 我也有梦姑啊 我也是她的梦郎 这 凭什么只让她进去啊 对不对 凭什么只让她进去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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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再吵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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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就是摆明了 嫉妒慕容公子 我二哥早就说过 她的梦姑就在西夏 如今 她都没说什么呢 你们这些人在这儿 乱吵什么吵 乱起什么轰 三弟 三弟 别说了 别说了 这位先生 不知道高姓大名 小僧 不是 在下虚竹 听段世子说 你也知道梦姑一事 我们大伙都知道梦姑的事吗 对啊 我们都知道梦姑的事啊 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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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可是 我快乐逍遥的地方 不是在梦里 那你就更没戏了 你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虚竹先生 既然来到西夏 可不可以客随主辩 回答本帮公主几个问题呢 行啊 行啊 我 虽说不是在梦里 又好像是在梦里 那就也是四梦四幻了 刚才那个讨厌的慕容傅 已经答过了 你小子要回答 编点新鲜的词好不好 对啊 对啊 新的吧 新的吧 不打了不打了 我本来就是来陪三弟的 我三弟都不当驸马了 我打还有什么意思 二哥 你这次来西夏 除了陪我之外 更重要的 不就是要打探 让你日思夜想的 那个孟姑的消息吗 我们都是来打探 孟姑消息的呀 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孟姑 孟姑 你出来让我看看好不好啊 我是孟郎啊 对啊 快出来啊 我也是 二哥 我们走吧 去看慕容公子 是 哎哎哎哎 孟姑 你别走啊 站住 孟姑 孟姑 别走啊 别走啊 三弟 我们回去吧 二哥 你就说出来吧 别急着走 我们都千里迢迢的 来到西夏了 就算不是孟姑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三弟 我那不是在梦里 我 我 我是在一个冰窖里 冰窖 看样子 真的不是陰川公主了 孟姑 你快回来啊 那个虚奴要回答你的问题啊 是在一个冰窖里 冰窖啊 冰窖 冰窖游戏 冰窖游戏啊 是 是一个什么样的冰窖 二哥 你说 是 是个 是 是 你知道什么就快说啊 你 是个 黑暗的冰窖 黑暗的冰窖 什么意思啊 冰窖比冰窖还有气 是 是 是 请问虚竹先生 生平最心爱的人叫什么名字 这 这 这个 大家都知道了 起初他以为是在做梦 就叫我孟郎 后来 我便叫他孟姑了 那先生 心爱之人相貌如何 黑暗之中 我根本就未曾看清楚他的容貌 那 你可曾来过西夏 来过 是 去年的腊月间 那 你可知道冰窖在哪里 知道啊 我 我昨晚还去看过 可 可是那冰窖 好像被什么人给整理过了 孟郎 真的是你吗 那冰窖 是我整理的 你真的是冰窖 是 我就是你的冰窖 我琐琐的一切 都是为了要找到你 孟郎 孟 孟 孟姑 孟儿 孟 怎么办呀 好漂亮啊 公都好漂亮啊 真的是无若天仙啊 怎么就便宜这个傻小子了呢 孟 孟姑 孟儿 真的是你 我 孟儿 孟姑 你这就跟我去趟冰窖 那是我们相遇的地方 好 三 三弟 恭喜你啊 二哥 快去吧 好 没机会啦 没戏啦 没戏啦 就是 不过总好过那个讨厌的慕容傅 到手的驸马让人给抢走了 是 是 是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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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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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去了冰窖 那里寒冷 你赶紧送点斗篷过去 是 公子 怎么样 公主来了吗 公主已经和叙竹先生离开 不会再过来的 你说什么 什么意思 驱逐先生 就是公主日思夜想的人 慕容公子请回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是公主让我在这儿等她的 我才是公主要找的人 我才是驸马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那个臭皇上 一定是弄错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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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